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前置的部分 其實你要做這個輸入影片剪輯 事實上不必要用會生會影的 反正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會生會影在未利導演這兩個 那如果這兩個軟體都不一樣 還有一個影片用 現在就是微軟的Money Maker 但是內建的那是等於是 如果沒有正版的Windows 那就等於是免費的 好那這三個應該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免費軟體在這一塊是比較少的 那麼我們先看這個前置作業的部分 首先當然您必須要有一些硬體跟軟體 比如說軟體像這種剪接的軟體 那麼硬體的部分的話 其實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您要做DVD的 DVD這個部分了 這樣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您要用到這個HD 它就很抱歉 因為檔案會大很多 所以說他們現在新的軟體都一直在強 叫做它可以編輯HD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會先幫你 把你的HD的這種影片 先轉成一個比較小的 小的MPEG一般的那種 就是MPEG出的就是DVD的規格的 那給你編輯完確認之後 最後輸出它才可以幫你把它 套用到這個大的DVD的這個影片上 MPEG HD的影片上 所以這個是 像這樣 那麼其實您的電腦配備的部分 除了說軟體之外 事實上您可能DV或者數位相機 事實上很多現在用數位相機都還可以錄 而最後輸出的話 如果您要變光格層 其實倒是如果您真的要做比較認真的 比較嚴謹的 其實前面真的要像做節目一樣 要有所謂的腳本 您要先想好 那如果您做的 我就不需要那麼多 其實也可以 比如說像假設我們學校 假設說校慶也好啦 或者戶外活動 我想老實在有那個行程對不對 你的行程 走到哪裡要開什麼 可能您要去先想一下 要先做一下功課 套難的景點 比如什麼東西是避開的 這個地方 那再來呢 開設製作這邊 老實說 大家通常都只有這個 對不對 嘿 因為 燈光 你看如果是一般的出外景的節目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燈光對不對 我們用的不管是數位相機還是那個ED的 那種燈光LED的很刺眼 而且效果比較不好 好 距離比較近 那再來 您看人家出外景節目有沒有 有些時候照一個麥克風很長 不然就別在那個主持人身上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這樣子收音才會清楚 如果你用我們一般的這樣拍攝 直接收音的 那叫做全都入 全都入的情況下 其實 尤其您如果要講話的 那個就差很多 你會對到旁邊很多聲音的干擾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就是要看您的 你如果是 單純的介紹就是說沒有另外口白 還是說那個就是 就是 堂白的那種介紹就比較沒有關係 那麼 後製的其實就是我們在會上會要做的 你可能需要加上所有的片頭 那片頭你可能就要準備一些動畫 準備一些動畫 比較看起來不一樣的 那在裡面呢 我們當然就是要 有些地方 開剪的 開沾的 該接起來的 那最好不要一花接木 呵呵呵 好就是 這個地方把它做好 然後再加上您的適合的音樂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這樣拍下來的 因為錄音的品質通常比較差 所以說 所以說 那部分 很多時候我都會把這個 拍的影片 也許我就把它降低 聲量 音量降低 甚至我就直接進行 直接搭配我的音樂 這樣就變得比較介紹式的 就一直帶著走 好 不然的話你那個現場的聲音 除非你是拍那個表演節目 好 比如說那個 像我們拍小朋友的 表演節目 那這個當然就是原因可能 這樣會效果好一點 好 最後就是輸出 好 輸出到這個網路 甚至你可以回錄到什麼 順機裡面去 好 順機裡面去 所以像一般 您覺得 因為現在大部分這個順機 老師現在用了 可能用袋子的機會比較少 對不對 大部分可能您是用所謂的硬碟式的 硬碟式的 或者是這個光碟式的 好 光碟式的現在有點快被淘汰了 大部分現在比較新的都是硬碟式的 因為這個容量比較大 所以光碟式的差不多一片差不多三四分鐘而已 那如果我們是帶直的 是一個小時 好 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地方 大部分現在都光碟 那因為三四十 三四十個小時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 所以錄好之後呢 就 這樣輸出 其實 該可以了 那我們先來看幾個 您在拍攝的時候 可以注意的地方 因為平常大部分 所以剛開始 是用第一拍 跟 你拍照片 很多人會覺得就是 好像都一樣 但是事實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地標法 你可以再看一下 其實 你去很多地方 通常我會先拍一下它的一些所謂的 地標在哪邊 這樣會比較清楚 你知道 當然 如果你去的那個地方 你覺得我做取景不更好 其實 你也可以考慮到什麼 網站上啊 對不對 或者 可能如果是風景區 它是不是會有一些點介 比如說你去投入好了 你就拍不到那個啊 那個 那麼漂亮的那空景的照片啊 對不對 你可以稍微取用一下網站上的啊 或者是機械上的那個專家攝影的 就是 就很清楚你要去哪裡了 那 這個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 這個也是大家最有的習慣就是 我們攝影機 攝影的時候跟 拆照片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拍照片 Rune in,Rune out是沒有錯 但是都是 照重點之後再拍 可是我們攝影是連續的 所以您可以考慮 欸 我拆了之後我就把鏡頭拉去 對不對 將這個面卡拉出來 好 比如說您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是在那個 吸頭那個 吊橋 你總不會想要在吊橋上拍的 你這樣放來放去的 最後回來就放來放去的 看了真的會頭暈 好 真的會頭暈到 那 那麼Rune呢 其實您也考慮靜點拍攝 好 比如說 你要拍一些大家 行動的一個過程 那就不用輪到啊 反正像這樣它會走上來 我就 人站著 你們轉個方向就好了 好轉個方向 那麼 再來 這個應該是最難的 跟拍 像這個是去那個 那個發點那個海洋 生物板 對不對 那 你要拍這個 尤其你拍這種這樣的 你怎麼知道它要怎麼跑 除非你看過 你看過它也不見每次都一樣啊 所以你如果鏡頭拉鏡 它可能一下就跑掉了 你現在晃來晃去的 所以那個 要當狗仔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對不對 會有很多意外狀況發生 好那所以說 呃 受不緊張通常我們大概 除非你要拍得很近 不然的話正常來講 可能我們現在會拉遠一點點 好像可能 你拍到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比較多一段話 因為其實 很多人會很興奮 拍的時候 拍的時候 來喔來喔 嘿嘿嘿 然後呢 回來都不看自己拍的 為什麼 因為看了會頭暈 哈哈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會比較介意大家 拍的時候要穩定一點點 移動的時候也要稍微比較平緩一點 因為你喔 移動太壞 以後人家看了就是那個 就是人家那個眼睛 這樣真的會很不舒服 所以很多人喜歡拍 不喜歡剪 因為剪很浪費時間 而且 很麻煩 那麼除了這個前面幾個介紹在 其實你也可以 考慮這種所有情境移路 這樣的方式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都是很直接的 我要拍對象就走 我就直接對到它 但是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 比如說你看我們一般拍偶像劇也好 拍電影也好 他可能會拍海邊 再拍到什麼 行你的身上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子的 那您可以考慮試看看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直接拍比較多 就是我要拍什麼就直接拍了 比較少說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樣拍過來拍過去的 所以其實可以稍微考慮看看 好 那麼大致上我們這一段 先到這邊 請問老師對於前面這一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比較簡介式的方式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說 可能您在這個處理